大家好,欢迎收看老陈频道,喜欢老陈讲的故事,记得点赞订阅评论下吧。 这期继续分享屌丝第212回,廖古峰听着对方的话,笑着摇头,长命百岁就不敢想了,现在每多活一年都是赚的,能看到儿女成家,也就知足了。 廖古峰说这话时,想到了乔良,心想,回头还得找个合适的机会,跟乔良好好谈谈。 他希望未来一两年内,乔良能跟女儿吕倩完婚,然后早点有个后代,但就怕乔良产生排斥心理,觉得他出而反而,毕竟他当时让乔良和女儿吕倩订婚时,已经说了不干预两人结婚的事,具体何时结婚,让两人自己决定。 现在他又要改口,让乔良早点和女儿结婚,也不知道乔良会怎么想。 廖古峰也是一时不知道该如何跟乔良开这个口,所以迟迟没给乔良打电话,这种事或许跟乔良当面谈比较好。 身体的危机感,不仅让廖古峰希望乔良和吕倩早点把婚姻大事办了,更让廖古峰加快了一些人事上的布局,将来他如果早早走了, 那他留下的人脉资源也能助力乔良往上走得更远一点。 达官县 乔良在办公室里看着室里刚传达下来的文件,这是刚才是班子会议的内容。 接到开会的通知时,乔良赶到室里已经来不及,他才到半路,郑国宏就已经离开了。 会议也跟着结束,乔良就折回来了。 对于郑国宏还在关州一事,乔良也是惊讶不已,合着郑国宏昨天离开只是虚晃一枪,又到室里其他地方去暗访去了。 此刻看着室里第一时间传达下来的会议内容,乔良不禁恍然,郑国宏此次下来视察的重点就是奔着扶贫工作来的,并且是带着问题下来的,先到达官,然后不打招呼,直接去暗访。 郭兴安对郑国宏此次下来视察无比重视,结果却出了这么一档子事,郭兴安怕是要大发雷霆了。 乔良看着文件,心里暗自嘀咕着。 认真把文件看完,乔良很快在文件上做了批示,随即将秘书玉江河叫进来,转给分管扶贫工作的相关领导,要求严格对照自查。 时间一晃到了傍晚,忙碌了一天的乔良准备离开办公室时,上面发布了一则最新的人事任命,是关于省组织部部长一职,任命金清辉同志担任江东省组织部部长。 乔良看到这则人事任命,神色有些惊讶,金清辉是从上面直接空降下来的。 看来省里边某些人的念想落空了,前些日子去省里,冯玉明还告诉他,省里边有两位领导都在争取这组织部长一职,现在可谓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金清辉 乔良念叨着这个名字,心想伴随着关心民调走后引起的一连串人事变动,如今可算是都尘埃落定了。 现在省里的星号星号星号再次配齐,不知道这位新调来的组织部长金清辉是个什么样的人。 寻思了一会,乔良摇头笑笑,人家是省领导,他一个县书记操心人家新上任的部长是什么样的人,韦时是闲吃萝卜蛋操心。 收拾了一下,乔良从办公室里离开,坐车前往饭店。 前两天在黄元出差说要顺道拐过来的叶欣仪没来,今天晚上反而过来了,下午才给乔良打电话,说是晚上要来,乔良连忙订了饭店。 这会乔良提前前往饭店包厢,等了不到十分钟,乔良就听到包厢外传来的高跟鞋的声音,眼里闪过一丝期待。 果然,乔良站起身就看到了推门而入的叶欣仪。 自从上次乔良从江州离任,在松北县医院最后见了叶欣仪一面后,乔良和叶欣仪没再见过面,虽说间隔时间不久,但乔良却是感觉已经过了停长时间。 此时见到叶欣仪,乔良不禁默默打量着叶欣仪。 叶欣仪明显是精心打扮了才过来,化着精致的淡妆,含蓄而又寓意着奔放的口红颜色,仿佛也在表达着叶欣仪的某种心情。 见乔良直勾勾盯着自己,叶欣仪故作平静地笑道,怎么,我脸上有花不成。 乔良回过神来,笑道,我是想看看你上次枪伤后恢复得怎么样,看你的脸色不错,应该恢复得挺好。 叶欣仪忍不住笑道,这都过去快有一个月了吧,我要是还没恢复好那还得了。 乔良道,这有啥奇怪的,人家说伤筋动骨一百天,你那一枪差点就打到心脏了,就算是恢复慢一点也正常。 叶欣仪笑笑,年轻恢复得快,我还没那么娇贵。 乔良道,这不是娇贵的问题,而是不能瞎逞强。 叶欣仪心头感动,嘴上笑道,我大老远从松北过来,你就不请我坐下,让我这么干站着。 乔良拍了下额头,光顾着和你讲话了,快做快做。 乔良帮叶欣仪拉开椅子,旋即让服务员开始上菜。 在叶欣仪对面坐下,乔良注视着叶欣仪,见叶欣仪也在看她,乔良反倒觉得有些不自然。 现在的叶欣仪变化挺大,没受伤前,叶欣仪还会刻意回避着她。 但现在,叶欣仪的态度有了很大的改变,这种前后反差着实让乔良不太适应。 对了,冰宇这两天怎么样了?乔良主动找着话题。 你这么关心她,不会自己给她打电话啊? 叶欣仪摆了乔良一眼。 呵呵,我给她打电话,她经常不接,所以我也就没打了。 乔良解释了一句。 那她为啥不接你电话? 叶欣仪眨了下眼睛,目光灼灼地看着乔良。 这我就不清楚了。 乔良一咧嘴。 我们女人有句话叫爱得越深恨得越深,难不成你和她有点啥? 叶欣仪笑道。 你可真会开玩笑。 乔良吓了一跳,这时候坚决不能承认, 但看叶欣仪的眼神,乔良知道对方恐怕不信她的话。 乔良,女人的直觉其实一直都挺准的。 叶欣仪悠悠说了一句。 乔良文言脸色一僵, 叶欣仪以往在她和邵冰宇面前都没表现出半点异样来, 但对方或许只是故意装傻罢了, 有时候只是不愿意戳破, 不代表一点都瞧不出来。 这时候,乔良想到了吕茜, 吕茜每次在她面前都大大咧咧的, 有时候更是开玩笑地警告她不要和其他女人鬼混, 或许吕茜心里跟明镜似的, 只是不想让她下不来台。 傻丫头, 乔良轻声呢喃着, 在感情仪式上, 她真的亏欠吕茜太多了。 你说什么? 叶欣仪没听清乔良的话, 以为乔良是在对她说。 没什么? 乔良定定神, 摇摇头。 叶欣仪一脸不信地看了乔良一眼, 乔良刚刚分明在自言自语说着什么, 不过看乔良不说, 叶欣仪也没多问, 转而道, 我昨天才跟冰宇吃了顿饭, 她现在还在等组织部的安排, 我看她情绪还好, 应该是自我调节得差不多了, 在体制里面就是这样, 起起落落很正常, 我相信她能看得开的, 一时的诗意不能代表什么。 乔良点头道, 希望如此吧, 冰宇是夜心很强, 就怕她不甘心。 夜心一到, 没啥不甘心的, 谁又敢说自己会永远一帆风顺。 风吹雨打, 跌跌撞撞, 这才是真正的生活。 乔良轻点着头, 她这会在心里想着 吴惠文不知道会不会听她的建议, 要是邵宾宇能够调到尾半去担任主任, 这对邵宾宇来说也算是因祸得福, 不过吴惠文那边到现在也没啥动静, 这让熟悉吴惠文的乔良隐约猜到她还是有所顾虑。 安静的办公室里, 乔良批阅着文件, 不时有些走神, 夜心仪早上走了, 乔良并没有去送, 对方大清早就从酒店退房返回松北, 乔良看到夜心仪发来的短信时, 她已经上了高速。 松北到达关虽然有些距离, 但要往来其实很方便, 也没必要刻意相送, 有时候, 路途上的距离并不远, 真正远的是内心的距离。 和夜心仪待在一起, 乔良依旧能感受到内心深处的悸动, 甚至夜心仪现在跟之前比起来还有了不小的变化。 乔良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夜心仪变得主动, 如果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那乔良通过夜心仪的眼神, 看到的是奔放热烈, 和过往的含蓄内敛有着天渊之别。 夜心仪变了, 从枪伤之后变得不一样了, 乔良感觉到了夜心仪的变化, 看她的眼神更是暗含着某种鼓励, 但乔良却是自个退缩了, 如今她已经和吕茜定亲, 感情也成了她身上的枷锁, 她没办法再像以前那样随心所欲, 因为她很清楚, 夜心仪要的不仅仅是一夜之欢, 正是因为有了感情负担, 所以乔良不敢再肆意乱来。 昨天晚上, 乔良和夜心仪吃完晚饭, 也仅仅是带夜心仪在县里边逛了逛, 最后就送夜心仪去酒店了, 对夜心仪的某种暗示, 乔良装着没看到。 回到宿舍后, 乔良长出了一口气, 此时她的心里莫名有些惆怅, 如果是在外头逢场作戏, 像夜心仪这么漂亮的女人主动暗示, 或许乔良就直接上了。 毕竟逢场作戏的女人可以干完, 就提起裤子, 拍拍屁股走人, 但夜心仪不一样, 乔良对夜心仪是有感情的, 情感上的顾虑反而会让一个人变得理智起来。 桌上的电话铃声打断了乔良的思绪, 看了下来电号码, 见是冯运明打来的, 乔良立刻接了起来。 冯部长, 就吹什么风了, 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 乔良开玩笑道, 好你个小乔, 没事我就不能给你打电话。 冯运明笑道, 两人开着玩笑, 冯运明清了清嗓子, 很快就说起了正事, 小乔, 你们县里的副书记空缺, 你知道是谁填补了这个空缺吗? 乔良一听这个, 心里也好奇起来, 顺着冯运明的话问道, 冯部长, 是谁啊? 冯运明道, 黄杰。 听到冯运明的话, 乔良以为自己的耳朵听错了, 不可思议道, 黄杰。 冯运明肯定地点头道, 没错, 就是他, 他接替你去两北县挂职, 也有一年多了, 现在调回来并且予以重用, 别人也不好说啥。 乔良一脸无语, 没想到黄杰竟然要调到达官县, 来担任副书记, 这还真是冤家路窄, 要是之前让他猜, 他打死都猜不到会是黄杰调来补这个空缺, 关键是郭兴安怎么会同意。 乔良心里想着, 嘴上说道, 冯部长, 黄杰以前给洛飞当过秘书, 郭兴安书记在江州工作期间跟洛飞没少斗, 他怎么会同意让黄杰来担任达官县的副书记? 冯运明道, 还记得你前些日子过来我们不理, 你说在走廊上遇见黄杰的事吧? 乔良道, 当然记得, 我还在办公室问你来着, 你当时也是一头雾水。 冯运明笑道, 我当时确实也不知道, 不过现在总算是清楚他来干嘛了, 他那天肯定是去找林元山了, 这次他能到你们达官县担任副书记, 就是林元山在替他使劲。 林元山? 乔良听到这个名字, 眼里闪过一丝诧异, 他对林元山不熟, 但知道对方是省组支部的副部长, 黄杰这小子竟然攀上了林元山的门路。 乔良皱着眉头, 道, 这么说来, 是林部长搞定了郭兴安书记。 冯运明道, 无非只是一个副处级的岗位, 林元山如果亲自跟郭兴安开口的话, 郭兴安是不大可能拒绝的, 这么点面子, 他肯定会给对方, 毕竟郭兴安当时在江州跟洛飞斗, 只是两人处在各自不同的位置和立场, 他和洛飞也谈不上有什么丝绸, 再说了, 洛飞现在进去了, 郭兴安也犯不着为难黄杰一个秘书, 林元山为黄杰开口的话, 郭兴安不会不给面子的。 听着冯运明的解释, 乔良道也能理解, 组织部的干部可以说是见官大义级, 郭兴安现在即便是贵为帝是一把手, 也没必要为了一个副处级岗位跟林元山过不去, 相反, 卖林元山一个面子, 让林元山欠一个人情, 这对郭兴安来说反而是一笔更划算的买卖, 黄杰这小子倒是真能钻赢, 洛飞玩独子了, 他还能找到新的靠山, 靠, 这也是一种本事。 乔良撇了撇嘴, 说实话, 要不是上次在组织部碰到黄杰, 他都快将对方给忘了, 没想到两人最终又要相聚于达官。 乔良沉默着, 电话那头的冯运明突然笑道, 小乔, 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 加上黄杰的话, 你们达官县的县班子, 有四个是咱们江州市秘书岗位走出来的人, 你, 孙勇, 万宏, 还有黄杰。 乔良听得一笑, 冯部长, 您不说我还没注意, 这么一看, 咱们江州市出人才吗? 不过严格来说, 万宏并不算是江州市出来的干部。 冯运明点头笑道, 你这么说也没错, 眼下你们县班子的组成, 倒是响应了咱们组织上对干部年轻化的要求, 你们县班子的平均年龄很年轻吗? 乔良笑道, 主要是我们几个拉低了平均年龄。 两人聊了一会, 冯运明还有事, 就先挂了电话, 他给乔良打这通电话, 主要是想告诉乔良, 有关黄杰即将调任达官县副书记的事, 并没其他目的。 放下手机后, 乔良神色莫名, 黄杰要来了, 这是完全出乎乔良意料的一个人事调动, 就是不知道黄杰现在变老实了没有。 乔良在江州时就跟黄杰不对付, 对方后来当上洛飞的秘书, 在他面前也没少止高气扬, 洛飞出事没牵扯到黄杰让乔良挺意外, 不过也间接说明黄杰可能没参与到洛飞那些破事里。 乔良默默寻思着, 黄杰来了要是老老实实的还好, 若是继续跟他对着干, 那他就得好好收拾收拾对方了。 这时,门外响起敲门声, 秘书玉江河走了进来, 乔书记,组织部的正部长来了, 乔良挥挥手,请他进来。 来人是县组织部部长郑双岩, 郑双岩是过来跟乔良汇报县医院院长的任命一事的, 县卫生局已经推荐了人选上来, 组织部这边只要批准了就完事, 不过郑双岩仍是例行过来跟乔良汇报一下, 虽然只是一件小事, 郑双岩确实要表现出一副凡事都要尊重乔良的姿态。 听完郑双岩的来意, 乔良瞅着郑双岩带过来的有关新院长人选的资料, 看了郑双岩一眼, 双岩同志,你是什么意见? 郑双岩笑道, 医疗卫生系统是专业领域相对比较强的部门, 像这县医院的院长, 一般都是卫生局那边推荐人选后, 我们这边就直接通过了。 乔良皱眉道, 双岩同志, 这样可不行, 你们组织部门本来就是负责考察干部的, 听你这意思, 就是走个过场。 郑双岩苦笑道, 乔书记, 问题是这县医院的院长人选, 我们拿什么标准去考核呢? 是按医术水平来, 还是按管理医院的能力? 医术水平是比较主观的东西, 很难用具体的量化指标去考核, 至于说管理医院的能力, 这个就更不好说了, 没上任前, 也不能说人家就管理不好吗? 郑双岩回答这个问题时, 心里显然有些郁闷, 他本来以为过来跟乔良汇报, 也只是走个过场, 没想到乔良还叫真了, 向这种人事任命, 本来就是主管部门推荐人选后, 组织部门走个流程, 乔良较真反而是不正常, 乔良看了看正双眼, 笑呵呵道, 双眼同志, 教育和医疗可以说是最大的民生, 和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也是群众最关心的, 咱们县里要是能把县医院办好, 让群众大病就医, 少跑外地, 少折腾, 我看比多干几件时事强, 正双眼疑惑地看着乔良, 那乔书记您的意思是, 乔良笑道, 双眼同志, 你看咱们把县医院的院长一直拿出来, 向社会公开选聘如何, 正双眼闻听愣住, 没想到乔良是打这个主意, 难怪乔良刚刚要叫真, 何着是在这等着呢, 明白了乔良的目的, 正双眼自然不会为这么一件小事, 跟乔良唱反调, 点头道, 乔书记, 这是主要是看您的意见, 您要是觉得可行那就行, 我们组织部门肯定是坚定贯彻您的指示, 乔良笑道, 那就这么办, 你们组织部门跟卫生局好好商量探讨一下, 拿出一个选拔的章程出来, 咱们向全社会广拨英才, 希望能引进高水平的优秀医学人才, 郑双眼点了点头, 心里却有些不以为然, 高水平的医学人才到哪都有人抢着药, 谁会愿意来这么一个小县城, 乔良也是吃饱了撑得瞎折腾, 郑双眼暗自赋斐着, 就听乔良诱导, 双眼同志, 关于干部考核评比工作, 你们组织部门要抓紧推进, 如果碰到什么困难, 回头咱们可以再开个班子会议, 进行专题研究, 郑双眼神色一领, 道, 乔书记, 现在考核评比工作正在有条不紊推进当中, 虽然有一些阻力, 但也都还能解决, 乔良文言点头, 行, 那我就等着你们的考核评比结果, 我还是那句话, 这个工作一定要重视, 这次考核评比绝不是走过场, 并且要坚决杜绝任何试图走后门以及打人琴牌的, 要务必确保考核评比的结果公平公正。 郑双眼肃然道, 乔书记放心, 这个事我已经在内部开会的时候反复强调过了。 乔良点点头, 嗯, 这就好。 郑双眼瞅着乔良应该没什么事了, 起身道, 乔书记, 没啥事我就先回去了。 乔良点头道, 你去忙吧。 送走了郑双眼, 乔良继续批阅文件, 下午, 乔良召开了旧城改造项目推进会, 同时任命委伴办主任陈方阳为旧城改造项目指挥部副指挥厂。 而乔良这个县书记则是挥部副指挥厂的头衔, 县城长长城梁是厂务副指挥厂, 涉及到的分管副县厂也都挂着副指挥厂的头衔。 这次的会议, 是乔良上任后第一次以项目指挥厂的身份召开会议。 旧城改造项目是县里未来几年最大的成建项目, 同时也列入了省, 是重点项目, 乔良想不重视都难。 会议开到五点多结束, 会后, 乔良将陈方阳叫到办公室, 方阳同志, 回头旧城改造项目你要多上点心, 我的精力有限, 怕是会有顾及不到的地方。 陈方阳点头道, 乔书记, 我明白, 有什么情况, 我都会第一时间跟您汇报。 乔良满意地笑笑, 陈方阳看来是能很好地领悟他的意思的。 虽然他现在还不能百分百信任对方, 但至少陈方阳看着比他的前任魏明哲靠谱多了。 乔良正待在和陈方阳交代点什么, 手机响了起来, 撇了撇来电显示, 见是吴惠文打来的。 乔良白白手道, 方阳同志, 我这没事了, 你去忙吧。 等陈方阳离开, 乔良接起吴惠文的电话, 吴姐。 电话那头的吴惠文笑道, 小乔, 快下班了, 我现在已经在来你们达官的路上了, 晚上是不是请我吃顿大餐。 乔良愣住, 江信江一道, 吴姐, 您没和我开玩笑吧? 吴惠文笑道, 我和你开啥玩笑, 怎么, 你不会是舍不得一顿饭吧? 乔良立刻道, 吴姐, 乔宁这话说的, 您要是来了, 别说一顿大餐了, 十顿八顿都没问题。 吴惠文玩耳一笑, 那还是算了, 不去了, 我现在要减肥, 必须控制体重, 不能胡吃海喝。 乔良知道吴惠文是在开玩笑, 笑了下, 接着撇嘴道, 吴姐, 您现在身材刚刚好, 减啥肥呢? 女人太瘦了不好看, 得像您那样, 该瘦的地方瘦, 该有肉的地方有肉, 风于而又。 乔良说着说着, 声音突然小了下去, 他这口无遮拦的, 都忘了对面是吴惠文了, 可不能随便口骸。 吴惠文笑道, 小乔, 怎么不说了? 乔良嘿嘿一笑, 吴姐, 我要说的刚刚都说了。 吴惠文鸣嘴一笑, 得, 我也不逗你了, 还是跟你说说正事吧。 乔良一听是正事, 认真了起来, 吴姐您说。 吴惠文道, 小乔, 你之前跟我提议的, 有关邵兵宇调动的事, 我认真考虑后, 觉得把邵兵宇调到尾办来, 担任主任, 不太合适, 楚衡同志刚建议免了他的辅伴主任一职, 我却把他调到尾办来重用, 你觉得楚衡同志会怎么想? 虽然我可以不必在乎楚衡同志的想法, 但毕竟是在一起搭班子, 从班子团结的角度, 有些矛盾能避免就避免。 倒是对邵兵宇的任用, 我有其他的想法, 我打算把他调到市负连担任负责人, 将邵兵宇调到市负连, 听着吴惠文的话, 乔梁不由一愣, 将邵兵宇调到市负连这样的群团组织, 似乎有些贬啊, 虽说市负连一把手也是正处级, 但哪能跟辅伴主任比? 而且相比辅伴这种靠近中枢的部门, 市负连可以说是相对边缘化, 这个安排对邵兵宇来说显然有些糟糕。 短暂的发愣后, 乔梁急忙到, 吴姐, 除了负连外, 难道没有其他更好的安排吗? 吴惠文淡淡道, 小乔, 目前除了负连有空缺外, 其他单位可都没空缺了。 而且, 你不要觉得, 掉到负连就是坐冷板凳, 只要有心做事, 在任何岗位上都能为咱们组织的事业发光发热, 谁说掉到负连就没前途了。 乔梁一时哑口无言, 掉到负连并不是说就没前途, 但除非上头有人, 否则想要再获得重用没那么容易。 想了想, 乔梁道, 吴姐, 我倒也不是那个意思, 只是邵兵宇从府办主任调到负连去, 我想, 这个心理落差还是比较大的。 吴惠文道, 一个人如果连这样的小挫折都经受不住, 那将来恐怕难有更大的作为。 听吴惠文这么说, 乔梁也不好再说啥, 对方已经做了决定, 他要是在强行提什么要求, 只会让吴惠文难做, 乔梁不是那么不知进退的人。 而吴惠文, 其实也还有一些个人的想法没有说出来, 他将邵兵宇调到侍妇联, 其实也有磨练邵兵宇的意思, 如果对方表现好, 经受住了考验, 那吴惠文最后还是会重用对方, 但这些他现在没必要跟乔梁说。 乔梁沉默了片刻后, 开口道, 吴姐, 我尊重您的决定。 吴惠文半开玩笑道, 小乔, 你不会因此对我产生什么怨言吧? 乔梁连忙道, 吴姐, 那万万不会。 吴惠文笑道, 这是心里话吗? 乔梁认真道, 吴姐, 我在您面前肯定不会说谎。 吴惠文笑了笑, 听人说啊, 男人的嘴骗人的鬼, 小乔, 你说我能不能信你的话? 乔梁一时无语, 吴惠文这话还真的问得他有点心虚。 吴惠文似乎也没打算从乔梁这得到什么答案, 道, 小乔, 不跟你开玩笑了, 那就先这样, 下次有时间, 我去打你的秋风。 乔梁笑道, 吴姐, 欢迎您随时过来。 两人通完电话, 乔梁寻思了一下, 最终还是没给邵冰宇打电话, 他已经尽了自己的能力了。 吴惠文做了决定, 他也没啥办法, 而且调到师傅联后, 也不见得将来就真的没有一点机会, 就看邵冰宇能不能好好沉下心来做事了。 收起手机, 乔梁看看时间, 已经快下班, 乔梁没急着离开, 继续坐下来将今天的一些重要文件批阅完。 外面天色不知不觉暗了下来, 夏天已经过去大半, 但还是酷热难耐, 只有坐在空调房里才能让人感觉到身体舒畅。 乔梁忙完已经快七点, 从办公室里出来, 乔梁对秘书玉江河道, 小玉, 走, 咱们到街上逛逛, 顺便吃点晚饭。 玉江河挠头笑道, 乔书记, 我恐怕去不了, 我女朋友来了, 我得早点回去。 乔梁挣了挣, 玄机笑道, 哟, 女朋友来了怎么不早说, 我好, 早点让你下班, 你在这陪着我一个大老爷们加班, 有啥意思, 应该去陪女朋友才是。 玉江河腼腆地笑道, 乔书记, 也不差这点时间的。 乔梁笑着挥手, 赶紧下班去陪女朋友吧, 女朋友要紧。 玉江河道, 乔书记, 那我就不陪您去逛了。 乔梁点点头, 看着玉江河雀跃的背影, 不由笑了笑, 忍不住感慨, 年轻真好。 此刻乔梁的脑海里, 浮现出张眉的影子, 他在玉江河这个年纪时, 正好在跟张眉谈恋爱。 热恋的两人, 很快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乔梁一度以为自己, 这辈子遇见了对的人。 可是老天爷总喜欢捉弄人, 如果张眉不是因为受储恒的摆布, 才跟他在一起。 那他和张眉, 现在仍然是夫妻, 或许他如今的人生和生活状态, 又是另一番样子。 但人生就是这样, 每做一个选择, 就像是开盲盒一般, 谁也不知道伴随着这个选择, 今后会发生什么。 轻叹了口气, 乔梁走下楼, 院子里, 乔梁碰到了刚好也要离开的孙勇, 对方坐在车里, 看到乔梁特意让司机开过来, 乔书记, 您现在才走。 孙勇, 您也忙到现在。 乔梁看到孙勇笑起来, 下车, 咱们到街上走走, 找点东西吃。 乔梁晚上没事, 喜欢到街上走走看看, 其实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走法。 多和街上的小摊小贩聊聊, 也更能了解底层群众的疾苦。 孙勇听到乔梁招呼, 二话不说就下车, 两人从县大院里走出去, 不用几分钟就到了街上繁华热闹的地方, 这边摆摊得相对较少, 道路两边各种各样的商店, 确实都有。 乔梁边走边和孙勇说着, 孙勇, 黄杰也要调到达关来了。 孙勇瞪大眼睛, 黄杰也要调来了。 乔梁点点头, 对, 他要调来担任。 乔梁话没说完, 突然看到前面一辆雷克萨斯 撞倒了一个过马路骑自行车的老人, 只见那车子停了一下, 又缓缓启动起来, 看样子是要直接离开。 靠, 撞了人还想跑。 乔梁靠了一声, 随即跑了过去。 雷克萨斯在转弯的时候, 车头寡蹭到了一名 骑自行车过斑马县的老人, 老人年纪不小, 直接就应声倒地, 而坐在车里的驾驶者 显然并没有停车下来看看的意思。 车子在原地停了一下, 似乎能看出驾驶者有些犹豫, 很快, 车子就又启动了起来, 分明是要开走。 桥梁距离转弯路口也就十几米远, 迅速跑上前后, 第一时间就拦住了想要驶离的雷克萨斯。 很快, 桥梁就看清了车上驾驶座上的人, 洪华胜。 没看到不打紧, 这一看清楚, 桥梁大怒, 洪华胜, 你给我下车。 车里, 县文旅集团董事长洪华胜看到前头拦路的人是桥梁时, 脑袋嗡的一下, 瞬间傻眼, 靠, 今天出门饭太碎了不成, 怎么会遇见桥梁? 洪华胜有些慌乱, 随便撞到个人都能遇到桥梁, 这尼玛也太倒霉了。 桥梁见洪华胜坐在车里不动, 再次怒斥道, 洪华胜, 下车。 洪华胜额头冷汗一下冒了出来, 特么的, 这时候可万万不能下车, 撞了人没事, 关键是他喝了酒, 下车要是被桥梁闻出他酒驾, 这事儿就麻烦了。 心念急转, 洪华胜眼珠子转了转, 胆子一横, 打了打方向盘, 先是挂到挡后退了一下, 紧接着又挂入地档, 而后脚底踩下油门, 发动机的轰鸣声瞬间达到最大, 车子一溜烟地往前窜了出去, 朝着另一个方向开走了, 因为转弯幅度过大, 洪华胜还险些又撞到一个行人, 幸亏挤打了一下方向盘, 才显知又显地毙了过去。 桥梁站在原地, 眼珠子瞪得老大, 他刚刚看到洪华胜车子往后退, 还以为洪华胜是要把车子靠边停下来, 结果洪华胜竟然当着他的面跑了。 桥梁一时竟是忘了跑上去拦截, 不过他想拦也拦不住了, 洪华胜开得太快, 桥梁反应过来已经来不及, 而且他没想到洪华胜的胆子会这么大, 都已经被他看到了, 对方竟然还敢驾车逃逸, 这个结果打死桥梁都想不到。 这一幕就发生在不到一分钟之内, 孙勇这时也走了过来, 他有听到桥梁的喊声, 一脸诧异道, 刚刚那是洪华胜。 桥梁脸色难看得点头, 没错, 这货简直是胆大包天, 撞了人就这么跑了。 桥梁说着, 随即反应过来, 对孙勇道, 马上给县局打电话, 让他们派车拦截, 还有, 你们纪律部门马上介入此事, 洪华胜作为一名干部, 肇事逃逸, 这是必须从严查处。 孙勇文言点着头, 笑道, 之前还苦于查处洪华胜阻力重重, 他现在, 这是自个儿送上把柄了呀。 桥梁点了点头, 没错, 这次正好拿着事, 好好做下文章。 孙勇跟着点头, 突然又有些不解道, 洪华胜撞到人, 他好好下车配合处理, 事情不就完了, 他干嘛突然开车跑了? 这没事都变成有事了。 桥梁也皱起眉头, 这事还真有点古怪, 正常人都不会做出那样的选择。 两人寻思着, 一时都有些不明白洪华胜为什么要那么做, 不过桥梁也懒得浪费时间琢磨, 冷声道, 不管那么多, 通知县局去拦车, 你们纪律部门也直接介入, 这事就四个字, 严肃查办。 孙勇点了点头, 桥梁本就想收拾洪华胜, 这次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 桥梁和孙勇说话时, 开车逃离现场的洪华胜总算是尝出了一口气, 虽然知道接下来的麻烦少不了, 但至少没被桥梁当场抓住酒驾, 不然麻烦就大了。 今天真贪量得倒霉。 洪华胜一边开车, 一边咒骂着, 他刚刚是在参加一个饭局来着, 准备赶场参加另外一个饭局, 因为晚上司机有事, 所以他索性就自己开车。 哪曾想到会在路口转弯的时候, 寡蹭到骑自行车的老人, 偏偏还被桥梁给撞上了。 这要是平时酒驾, 洪华胜一点都不在意, 因为凭他的关系, 完全都能摆平, 但被桥梁逮住现行, 那麻烦就不是一点半点, 桥梁绝对会抓住机会把他一撸到底, 到时候连他哥哥的面子恐怕都不好使。 最主要的是他现在到底是酒驾还是醉驾, 这可说不准, 得一气测了才知道。 但他刚刚喝了两杯白酒, 而且还是那种大口径的杯子, 要是一不小心测出的结果达到醉驾标准, 那桥梁将他送进去坐牢都有可能, 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刚刚那种情况下 要开车逃跑的缘故。 刚刚看那老人的样子, 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碍, 待会找人处理一下, 回头只要能自圆其说。 到时候在找县里的领导出面说说情, 桥梁应该也不好抓着不放。 洪华盛目光闪烁着, 已经在想着应对的策略, 他平时虽然没少干操弹的事, 但不代表他没脑子。 心里想着, 洪华盛先行拿出手机给哥哥红本江打了过去。 桥梁这边, 孙勇给县局打完电话并且交代下属跟进此事后, 两人就近找了个地方吃晚饭, 又再次聊到了跟黄杰有关的话题, 孙勇疑惑地问道, 黄杰那家伙这是又攀上谁了? 竟然还能让他爬起来? 也不怪孙勇会有这种疑惑, 在他看来, 背靠洛飞的黄杰早就失事了。 对方挂职回来能不坐冷板凳就烧高香了, 结果还能进一步重用, 这还真是让人稀奇了。 上午接到省组支部冯部长打来的电话时, 我也是惊讶不已。 后来才知道, 黄杰是通过省组支部林园山副部长的关系, 才获得这次任命的。 乔良解释道, 省组支部的副部长, 孙勇面露惊涩, 对于他这个级别的干部来说, 省组支部副部长的关系, 已经是了不得的一个门路了, 黄杰竟然能找到这样的靠山。 这个黄杰, 不得不说有点本事。 乔良扎扎嘴, 我也是前些天在省组支部碰到他才又想起来他, 不然我都快忘了这好人了。 黄杰调到达关来, 会不会故意跟你唱反调? 孙勇看了乔良一眼, 他要是不识实物, 正好我在江州的时候没机会收拾他, 这次就一并给他一点颜色瞧瞧。 当然, 他要是老老实实不搞事, 那就无事, 他就好了。 乔良撇嘴道, 孙勇轻点着头, 这种事, 他也不好多说啥, 只不过知道黄杰要调来的事。 孙勇着实觉得唏嘘不已, 他和乔良、 黄杰都给江州市的主要领导当过秘书。 现在三人又都相聚于达关, 这仿佛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两人边吃边聊, 吃完后又在街上走走看看, 九点多的时候才各自回去。 第二天上午, 乔良到办公室后没议会, 县局局长陆长明带着一份材料赶到。 猜到陆长明过来, 跟昨晚洪华盛肇事仪式有关, 乔良让秘书将陆长明请了进来。 陆局长, 坐。 乔良挥挥手, 示意陆长明坐下。 乔书记, 我是来跟您汇报, 昨晚县文旅集团董事长洪华盛 所牵扯的交通事故的相关调查结果的。 陆长明坐下后, 就开口说道。 嗯, 你说。 乔良看了看陆长明, 让对方继续往下说。 乔书记, 昨晚接到孙永书记的电话后, 我们县局高度重视, 立刻启动调查, 目前已经将整起事故查得一清二楚, 这是详细的调查报告。 陆长明说着, 将手头带来的材料放到乔良办公桌上, 顿了顿, 又道, 乔书记, 其实昨晚十点多的时候, 我们这边就差不多查完了, 但考虑到时间太晚了, 怕影响您休息, 所以我就没第一时间给您打电话汇报。 乔良撇了陆长明一眼, 拿起桌上的调查材料看起来, 调查材料上面写得很详细, 乔良这回却是没功夫细看, 直接道, 陆局长, 你把调查情况重点跟我介绍一下就行。 陆长明听了, 不动声色地看了看乔良, 道, 乔书记, 是这样的。 昨晚洪华盛是因为急着赶回市里, 看望其生病的老父亲, 所以才会在撞倒人之后, 急急忙忙地离开, 不过他并没有因此, 对伤者不管不顾。 在回市里的路上, 他就已经委托安排朋友去看望伤者, 并且积极予以赔偿, 获得了伤者的谅解。 对了, 这材料后面是伤者签署的谅解协议书。 乔良文言翻到后面扫了一眼, 而后看向陆长明, 那你们的调查的结论是什么? 陆长明道, 乔书记, 考虑到洪华盛是事出有因, 加上其第一时间委托朋友联系伤者进行处理, 并且道歉赔偿, 也获得了伤者的谅解。 因此, 我们现局认为将此次事故定性为肇事逃逸, 可能不大合适。 啪的一声, 乔良将手头的材料拍到了桌上, 冷冷注视着陆长明、 陆局长, 你认为定性为肇事逃逸不合适, 那你说该怎么定性? 陆长明不自然地笑道, 乔书记, 综合各方面的因素考虑, 将这起事故定性为普通的交通事故较为合适, 当然, 这些都是下面经手的人提出的建议。 乔良面无表情地注视着陆长明, 眼里闪过一丝冷笑, 这是当他好, 糊弄不成。 乔良盯着陆长明看了一会, 目光再次落到桌上的那份调查材料上, 神色一动, 问道, 你刚刚说洪华盛是急着赶回市里去看望其生病的老父亲, 那你们有没有核实下是否属实? 陆长明道, 乔书记, 我们核实过了, 调阅了洪华盛的行车记录, 他确实是去了市里, 他父亲昨晚确实也是突发身体不舒服, 说是心脏难受, 这一点, 市里的洪秘书长亲自做得正。 听到陆长明的话, 乔良轻哼了一声, 突然觉得自己问这个没有意义, 陆长明把这份调查材料送到自己面前, 那上面所写的肯定都是精心酝酿好的措辞, 不可能让自己找出问题来。 陆长明偷描了乔良一眼, 道, 乔书记, 那您看这次的事故是不是可以按普通的交通事故定性? 乔良呵呵一笑, 陆局长已经拿定主意了, 何必再问我? 乔良说这话的时候, 看着陆长明的眼神隐隐带着不善, 此时, 他心里将陆长明撤换掉的想法又变得无比强烈, 只是一想到上次郭兴安亲自给他打电话干预了此事, 乔良的眉头不由皱起来, 陆长明背后到底站着谁? 这个问题此时困扰着乔良, 没弄清楚陆长明背后的人, 想把陆长明撤掉恐怕没那么容易。 陆长明这时装着惶恐的样子道, 乔书记, 这是主要看您的意思, 如果您觉得定性为普通的交通事故不合适, 那我们回去再好好查一查。 乔良讥讽道, 那回头是不是又该有人向事理告状, 说我插手干预你们县局的工作? 陆长明急忙道, 乔书记, 我们万万不可能干这种事, 再说了, 乔书记您这是指导, 怎么能说是插手干预呢? 乔良淡淡道, 陆局长, 我都没说上次告状的事是你们干的, 你急傻。 陆长明干笑了一下, 他能感觉到乔良现在憋着一股火, 自个儿还是少说话为好。 这时, 门外又响起敲门声, 秘书玉江河走了进来, 乔书记, 孙勇书记来了。 乔良点头道, 请他进来。 陆长明健壮, 很是识趣地站起身, 乔书记,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 关于这起事故的调查, 乔书记您如果有什么新的指示, 我们一定坚决落实。 乔良面无表情地点点头, 看着陆长明离去, 直接把桌上的那份调查材料扔到一边, 这他娘的, 就是拿来糊弄他的。 孙勇走了进来, 正巧看到乔良的举动, 笑问道, 乔书记, 这是刚刚陆局长送过来的吧? 乔良点头道, 没错, 昨晚洪华盛那起事故的调查报告。 孙勇笑道, 我猜陆局长一大早过来, 肯定是为了这事。 孙勇说着, 走到办公桌旁, 把那调查材料拿起来看了一眼, 随即就放了回去, 昨晚因为他只是纪律部门跟进此事, 所以, 县局的这份材料, 也送了一份到他们那。 孙勇刚刚也看过了。 孙勇很快又说道, 乔书记, 我过来也是为了这事。 乔良看向孙勇, 一边请对方坐下, 一边示意对方继续往下说。 孙勇道, 乔书记, 我刚刚才接到市里红秘书长打来的电话。 乔良眉头一条, 红本将亲自给你打电话了。 孙勇点头道, 没错, 他说了红华盛的事, 说, 昨晚他父亲身体突然有点不适, 他弟弟是赶回去看望老人家的, 说, 如果需要作证, 他可以亲自到我们县纪律部门说明情况。 乔良冷笑, 他这是在间接给你们纪律部门施压呢。 孙勇道, 是啊, 大清早地打电话过来, 红秘书长为了他弟弟也算是煞费苦心了, 借我两个胆子也不敢让他来作证啊。 乔良恼火道, 作证是假, 施压是真, 他们越是这么做, 我越怀疑这里边有问题。 孙勇无奈道, 光看目前的调查报告是没啥问题的, 而且, 昨晚那被红华盛撞到的老人家也没啥大碍, 我们的人已经去他家里走访过了, 就是普通的寡蹭伤, 去医院检查了, 也说没啥大碍。 最主要的是, 人家已经谅解了红华盛这个肇事车主, 听说昨晚红华盛第一时间, 就让人送去了一万块的医疗慰问金。 乔良听到一万块, 撇嘴道, 红华盛倒是真舍得花钱。 孙勇道, 可能他也想早点稀释宁人, 不想把此事闹大, 所以花钱消灾。 乔良皱了皱眉头, 我就纳闷了, 他昨晚看到我为啥要跑呢? 孙勇道, 是有点奇怪, 但现在探究这个也没啥意义。 眼下想进一步追究红华盛的责任, 确实是不大合适。 我看县局送来的事故调查材料里, 是把这起事故定性为普通的交通事故, 也挑不出毛病来。 乔良冷笑, 这是统一好了各方面的说辞, 拿来糊弄咱们的。 孙勇心知乔良对红华盛有很大的不满, 这次没办法拿这是做文章, 乔良肯定是一肚子活。 孙勇道, 乔书记, 这是从目前来看只能点到为止, 您要是抓着不放的话, 反倒容易受人以柄。 乔良气得拍了拍桌子, 小小一个献国起的一把手, 老子想收拾他竟然还办不到, 这简直是华天下之大机。 孙勇道, 乔书记, 这个事只能说比较特殊, 人家有个担任是秘书长的哥哥, 不看僧面看佛面, 县里边的人肯定多多少少都要给红秘书长面子, 所以要动洪华盛, 少不得会有各种各样的阻力, 我觉得你也不用生气, 洪华盛只要有问题, 早晚能抓到他的尾巴, 县文旅集团固然是被他经营的铁板一块, 但我不信内部真的没人反对他。 乔梁柔了柔眉心, 算了, 我还是不在这些狗屁倒灶的事情上浪费时间了, 回头我等你的好消息, 就是。 孙勇笑道, 乔书记, 您本来就无需在这些细枝末节上的事浪费时间, 查办干部为继, 您交给我们来做, 要不然, 我们养这么多人干什么。 乔梁笑道, 你说得没错, 我现在就是管得太细了, 说实话, 从江州市纪律部门的副书记调到这达官县来担任县书记, 我还没彻底完成角色转换, 担任一把手, 要抓的是统筹全局的工作, 我应该把更多精力放在搞经济抓民生上, 成天跟人勾心斗角, 斗来斗去的, 我也是不胜其烦。 孙勇道, 乔书记, 您才刚上任没多久, 还没能完全适应新的岗位角色也正常, 不过话说回来, 体制里本也少不了勾心斗角, 涉及到权力的争斗, 从来都是刀光剑影, 不可能花团锦绣一团和气。 乔梁笑了笑, 你说得对, 不过处在我的位置, 要分清主次, 上面调我来达官, 是让我来干事业的, 不是整天都来斗去的。 孙勇笑道, 乔书记您不是已经准好了要大干一场吗? 下午, 县里要召开达官县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 孙勇知道这是乔梁在上任熟悉工作后, 准备开始着手抓经济了, 对于乔梁这个一把手而言, 只有实打实搞出成绩来, 才能获得上面领导的认可, 而且, 乔梁这次调到达官, 还进了十班子, 是目前江东省最年轻的十班子领导, 这里边其实有不少非议, 但因为这事是郑国宏书记拍板的, 所以一些不同的声音都被压了下去, 但乔梁能不能干出成绩来, 那就关系到乔梁下一步了, 已经接连两次破格提拔的乔梁要是拿不出成绩, 在副厅这个坎上恐怕得多熬好几年, 听到孙勇的话, 乔梁笑道, 达官县是关州市第一大县, 地域面积大, 人口也多, 但经济发展水平不高, 这几年旅游业虽然搞得很火, 但光靠旅游业也支撑不起达官县的发展, 我上任这一个月来调研发现, 达官县的制造业底子其实不错, 尤其是达官县经济开发区, 是市里最早设立的一批省级经济开发区, 早期给了不少政策, 但目前看起来搞得不太好, 接下来开发区是重点发力的方向, 必须充分利用整合开发区现有的资源, 盘活开发区的发展, 孙勇笑道, 看来乔书记您早都对开发区的发展胸有成竹了, 乔梁笑着摆手, 谈不上胸有成竹, 只不过是有一个初步的思路, 但想法在好, 没有落到实处, 那都是纸上谈兵, 说来说去, 重点还是招商, 不把企业引进来, 发展就是一句空谈, 所以接下来啊, 要举全线之力招上, 乔梁对接下来的工作, 无疑是有统筹有思路的, 正如他刚刚自己所说, 工作要分清主次, 统筹全局, 抓经济抓民生, 才是他最重要的工作, 至于其他的, 交给相应的职能部门去做, 他一个人想要事无巨细啥都管, 那就是一天24小时, 全用上也不够, 乔梁是一个有理想的人, 有了权力, 那就应该利用权力, 去实施自己的报复, 乔梁不想日后, 让人说他是靠着门户关系, 一路升上来的, 下午, 达官县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 在县宾馆大会议室举行, 全县各机关单位, 以及乡镇的主要负责人, 悉数出席, 大会由现场常成梁主持, 常成梁象征性讲了几句后, 接着乔梁开始做重要讲话, 今天这个会议, 乔梁早在一个多星期前, 就让伟伴开始筹备, 因为郑国红下来视察, 耽搁了两三天, 乔梁坐直身体, 并没有急着发言, 目光沉稳地环视了会场一圈, 然后才缓缓开口道, 各位, 在说正事之前, 我先说几句闲话, 一听乔梁要说什么闲话, 大家都不由来了兴致, 想听听乔梁要说什么闲话, 乔梁说着, 顿了顿, 提高了嗓门, 今天召开这个大会, 很多人可能以为, 又是一个喊口号, 做样子, 搞虚把事的会议, 但我在这里要郑重声明, 谁要是抱有这种想法, 我看你这个干部也不用当了, 马上就可以, 从这里离开, 听到乔梁的话, 在场的人面面相去, 乔梁开场就把话说得这么重, 今天这个会, 难道还要搞什么画样? 一时, 大家心里忍不住胡乱猜测起来, 在场的人, 只有组织部部长郑双眼脸上露出一丝无奈的神色, 因为乔梁在开会前找他谈了一次话, 郑双眼大致知道, 乔梁想干什么, 他其实并不太赞同, 但乔梁既然已经做了决定, 郑双眼也不敢真的反对,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乔梁颇为满意自己制造出来的效果, 接着道, 接下来, 咱们进入今天会议的主题, 今天这个会, 是以经济发展为主题的大会, 其实废话不用我多说, 大家心里都清楚, 经济要发展, 重点还是要落实到招商上, 招商工作是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更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 乔梁继续道, 咱们达关县的经济在关州市里边算是不错了, 但大家要是因此而沾沾自喜, 那就是夜郎自大, 放眼全省, 咱们达关县的GDP在全省限于经济排名中, 连前十名都进不去, 所以我希望大家要有危机感, 要以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在接下来的一年中, 全力拼经济, 把工作重心放在招商引资上, 实现招商引资数量, 规模, 质量新的突破, 在接下来的一年, 我将之定义为招商突破年, 我们达关县要举全县之力进行招商, 招大商, 大招商, 五年之内, 达关县要进入全省限于经济五强, 成为全省的经济强县, 桥梁洪亮的声音在会议室里回荡, 伴随着桥梁的发言, 会议室里逐渐响起一阵窃窃私语, 五年内进入全省限于经济五强, 一旁的县长长城梁, 看着桥梁的眼神同样惊讶不已, 桥梁这是要放卫星不成, 五年内进入全省限于经济五强, 这么大的口号桥梁竟然敢喊出来, 会议室里渐渐起来的议论声, 同样也凸显了众人的惊讶, 达关县的GDP去年在全省限于经济排名刚好在十一名, 处在前十的门槛, 但以达关县的地域面积和六十多万的人口体量, 有这个排名其实也是正常的, 要进入前十可能还会相对容易, 但想要进入前五, 难度恐怕不是一般的大, 因为目前全省排名前五的经济强线, 全都集中在黄园、江州这两个省内经济强势, 达关县凭什么杀出重围? 桥梁看着骤然喧嚣起来的会议室, 轻拍了拍桌子, 安静。 会议室里再次安静下来, 桥梁继续道, 要发展, 不能光喊口号, 更要落实到行动上来。 为什么我刚刚提接下来一年是招商突破年? 因为只有狠抓招商, 以高质量招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才能实现赶超, 以全线现有的制造业基础, 打造一条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 同时培育新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这是咱们达关县能否实现赶超发展的关键。 桥梁一边说, 一边观察着众人的反应, 接着道, 我说这些, 可能有人私底下就要说了。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咱们在发展, 别人也在发展, 而我们达关县的底子薄, 基础弱, 跟那前几名的经济强限差距太大, 想要追赶很难。 没错, 差距是存在的, 而且还不小, 但这不是我们安于现状的借口, 举全线之力招商, 也不仅仅是嘴上说说, 而是要全员参与, 每个人都要认领目标, 在这里, 我先做个表态, 我个人认领两个亿的招商任务。 桥梁说完, 偌大的会议室先是寂静无声, 紧接着比刚才更大的议论声在会议室里想了起来, 每个人都有招商任务。 而且按桥梁的意思, 县级领导最少要认领几千万的招商任务, 乡镇正值则相对少点, 依次递减。 总之, 桥梁把招商任务弄成了具体的量化指标, 要求全员参与, 每个干部都要批挂上阵, 这就是桥梁的举全线之力招商。 看着底下坐着的干部窃窃私语, 似乎对桥梁搞得这种摊派式任务有意义, 县组支部部长郑双岩微微摇头, 心想, 这才拿到哪, 待会大家要是知道桥梁的后手, 恐怕该一片哗然了, 不过扪心自问, 郑双岩倒是有些佩服桥梁的魄力。 一旁, 县长长城梁终于有些忍不住, 压了压身前的话筒, 转头同桥梁低声道, 乔书记, 这样搞摊派是不是不大妥当? 桥梁笑呵呵地看了长城梁一眼, 成梁同志, 你认为哪里不妥当? 长城梁一时语色, 想了想到, 乔书记, 强制摊派的话, 可能会引起大家的不满, 咱们当领导的, 也要理解和体谅底下干部的情绪。 桥梁不以为然道, 成梁同志, 你这么说我是不认同的, 有压力才会有动力, 真正想做事的干部, 只会充满干劲, 只有那些失味素餐, 试图混日子的人才会有情绪, 你觉得呢? 长城梁被乔梁堵得哑口无言, 乔梁这时也不再理会长城梁, 把手从话筒拿开, 道, 大家都安静。 会议室里慢慢又安静下来, 乔梁略带威严的目光, 扫视着众人, 这次的招商任务, 如果有人抱有敷衍应付的想法, 觉得完不完成都无所谓, 县里边也不会真正有什么处罚措施, 有这种想法的人, 现在可以趁早离开。 配合此次招商任务, 县组织部门会出台相应的考核政策, 纳入县里的干部年度考核, 作为干部提拔任用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 能者上, 庸者下, 圆满超额完成招商任务的, 优先考虑重点任用, 如果在招商工作上做出重大贡献的, 甚至可以考虑破格提拔, 至于没有完成招商任务的, 是考核结果而定, 严重不合格的, 直接免职。 偌大的会议室, 一下子真落可闻, 刚刚还抱着混一混就过去想法的人, 此时端得是目瞪口呆, 反之, 有的人则是两眼发亮, 似乎看到了近身的捷径。 一手大棒, 一手胡萝卜, 乔良此时的手段, 大家也都瞧出来了, 但让大家感受最深的, 恐怕还是乔良表现出来的霸道作风。 其实乔良也不想如此专横决断, 但他很清楚, 有些事情如果不专横一点, 是很难快速取得实质性突破的, 这个时候哪怕背负一些负面评价, 他也在所不惜, 做事必须有所取舍。 一场大会, 在县里边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会议结束后已经是晚上六点多, 这场大会的内容传开, 注定要在县里乃至市里引起争议。 县文旅集团董事长洪华胜 同样也参加了下午的大会, 开完会后, 洪华胜就开车前往市里, 到达哥哥洪本江所住的小区地下车库, 洪华胜刚下车, 就看到哥哥从电梯里走了出来, 洪华胜第一时间上前, 哥, 你这是要出去? 洪本江看到弟弟, 皱眉道, 你今晚又来干啥? 洪华胜笑道, 哥, 瞧你这话说的, 我来看看咱爸啊, 做戏要做全套不是? 咱们给乔梁的说辞是咱爸身体不好, 那我这几天就得多回来看看吗? 洪华胜的父亲住在哥哥洪本江的家里, 所以洪华胜才会直接到这里来。 洪本江听到弟弟的话, 不可置否地撇撇嘴, 道, 你回来正好, 省得我再找别人借车, 你跟我出去一趟, 就开你的车子。 洪华胜疑惑道, 哥, 要去哪? 洪本江已经先行往车子走去, 你开车就是。 洪华胜跟着上车, 启动车子后, 洪华胜在哥哥洪本江的指引下, 把车子开到了试歌舞团的院子外, 而后停在一个比较不容易引起别人注意的角落。 洪华胜纳闷道, 哥, 咱们来这干啥? 洪本江正大回答, 看到旁边一辆车子经过时, 眼神一亮, 冲洪华胜比了个虚声的手势。 只见那辆开过去的车子停在歌舞团大门口前边一小段距离, 似乎不想让人注意。 洪华胜被哥哥的举动搞得莫名其妙, 不过也没多说啥, 刚要开口的嘴巴又闭上了。 洪本江这时候从包里拿出了一个相机, 目光专注地注视着前方, 静静地坐着。 时间不知道过了多久, 屡次想说话的洪华胜见哥哥洪本江坐着一动不动, 彻底坐不住了, 有点不耐烦道, 哥, 你这到底干嘛呢? 大晚上的拿着个相机在这傻坐着。 洪本江恼火地瞪了弟弟一眼, 你给我闭嘴。 洪本江说完, 看向前头时, 眼睛一下亮了起来, 拿着相机对着前面咔咔拍了起来。 驾驶座上, 洪华胜看清前面那辆车上走下来的男子时, 眼珠子瞪得滚圆, 那, 那是郭兴安。 大夏天的, 车里虽然开着冷气, 郭兴安在车里依旧有些坐不住, 索性下来抽根烟透透气。 一根烟还没抽完, 郭兴安看到从歌舞团院子里走出来的一个年轻靓丽的身影时, 脸上露出了笑容, 迅速坐回车里。 那名女子出来, 左右张望了一下, 立刻朝郭兴安的车子走过来, 拉开车门上了车, 随即, 车子迅速驶离原地。 直至车子离开, 刚刚脸色聚变出声, 却被哥哥眼神制止的洪华生踩到, 哥, 你, 你这是要干什么? 洪华生的声音有些结巴, 洪本江淡淡道, 你没长眼睛吗? 没看到我在干什么? 洪华生声音发颤, 哥, 你在跟踪拍摄郭书记? 洪本江点头道, 没错。 洪华生呆呆地看着哥哥洪本江, 哥, 这要是被郭书记发现了, 那麻烦就大了。 洪本江笑呵呵道, 小心一点不就行了, 再说了, 只要拍到有价值的东西, 即便被他发现了, 你觉得他能如何? 洪华生喃喃道, 哥, 可你刚刚拍到的也没用啊, 单凭一个女孩子上郭书记的车, 这能证明啥? 洪本江美好气地看了弟弟一眼, 这才刚开始呢, 你急什么? 郭兴安堂堂一个一把手, 偷偷摸摸地亲自开车来接一个女孩子, 知道这个还不够。 嘿嘿, 来日方长, 不怕拍不到更多的东西。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